现在这个创业的年轻人脑子活 喜欢追求个性 有的时候会想出一些比较另类的创意来 吸引大家火了眼球 最近呢 山东日照的一个自家车主就把自个儿这个爱车 啊 您看像这样打扮了一下 哎呀 一不小心成了网红 但是这辆车却在路上被交警给拦了下来 山东日照开发区交警大队的民警在执行时 发现有不少过路市民拿出手机拍摄 或者回头观望一辆在停车等红灯的黑色大众轿车 知其民警立即上前进行查看 民警检查以后发现 原来是这辆车的后备箱上坐着十几个玩偶 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这些玩偶以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卡通僵尸为主 也有蜘蛛侠 超人 蝙蝠侠等动漫人物 民警随即引导这辆车靠边停车 接受进一步的检查 是 我能够查 他把姐妹的小玩家觉得感觉是好玩 我能够到试一下什么 是影响到交通 那一块 对 原来这辆坐满了玩偶的车 早已经被人拍下发到网上 经过微信群和朋友圈的传播 已经成为了一辆网红车 但是这辆网红车存在着安全隐患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机动车不能存在喷涂 粘贴标志或者车身广告 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 而且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 不得悬挂放置 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在车子里外安装 装饰物 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这些装饰物往往色彩鲜艳 造型夸张 很容易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其他驾驶员的注意力 如果被这些装饰物吸引的话 很容易造成追尾 或者是刮擦的交通事故 甚至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不管 谢谢大家